所以不要為這件事情在那邊大驚小怪 沒有 所以你覺得發現上面有MIC是大驚小怪 如果今天不是記者類似的場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不會有人有發現有這樣子的事情 是不是後續就沒有人追查了 有人幫你找到上面有MIC的問題 你經常說大家大驚小怪 所以我網紅的事 2023年9月15號的時候 這個蔡總統去視察無人機 當時我們很開心還跟他報告說 我們目前軍用的商規非常辛苦 做到了100%沒有中國的零件 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我們就是自己能做就自己做 但是今天他去的時候出現上面是MIC 這個部分剛剛院長你有回答過了 那我想請看下一張 這個所謂的馬達 驅動馬達上面不只它MIC 其實你可以看到什麼 在大陸的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造 而且可以查到售價是369塊美金 我想問一下喔 那針對這次賴準總統去參訪 那結果呢出糗了 請問我們會不會要求這個廠商要做具體的改善 這個廠商自己都已經說了啦 說因為這是在測試的狀況下 他已經裝了在測試 廠商裝之後會壞 但是我們要問的不是廠商 這個跟網紅的事 這個跟網紅沒有關係 我沒有提到網紅 那是前衛委委員說的 我剛才就講啦 請不要猜到我的頭上 我是要問行政院的態度 會不會要求廠商未來在參展的時候 也要注意我們所有的樣品上面 也不可以是MIC 還是您認為MIC如果是在展覽當中OK 只是你不能做後續的生產 請問是哪一種態度 當然我們是盡可能的不要有這一個MIC 那展覽可以嗎 但是在展覽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讓廠商提高警覺 然後我跟委員報告 發現這件事情以後很多的廠商不會再使用了啦 很多廠商不會再使用 因為已經有國廠了 不要大驚小怪 是這個意思